始終詞曲 傑雄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每次聽到你 總是大風起 每次看到你 却又惊累起 长夜落日山河桌 你在飘渺云里花里 你在飘渺云里花里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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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有个疑问 大人请讲 你怎么能断定地上这把钢刀 是第三人留下的 而不是凶手留下的呢 不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为什么 不知大人注意到了没有 在甲号房间的门上 有一个凶手留下的邪手印 是的 我看到了 那只邪手印是一只右手 也就是说凶手杀人 和开门这些发力的动作 用的都是右手 不错 可这能说明什么呢 我只需要证明 凶手是个用右手的人 这就足够了 大人 请您看看 刀柄上留下的那个邪手印 这是一只左手 正是 这就说明刀是第三人留下的 而不是凶手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怎么 我 不过是个凡人 只是在观察事物上 比旁人多了几分细致 那 后来呢 刚刚我们说过 二人在搏斗之中撞翻了花盆架 当时这二人的手抓在了一起 致使其中一人中纸上戴的翠鱼戒指 掉在了地上 花盆摔得粉碎 将戒指压在了下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花盆残片下 找到了那枚戒指的原因 是 绝了 毫无破绽 终于第三个人挣脱了凶手 逃出房去 翻墙离开了客栈 而凶手也带着受伤的同伴 随后离去 当然也是翻墙逃走 这一点怎么能够证明呢 请大人随我来吧 大人 墙头上的碎瓦 瓦片上的血迹 这就是证明 大人 您认为呢 不错 果然如此 还有一个问题 大人请讲 那枚翠鱼戒指 到底是凶手的 还是第三人的 我看 还是让这戒指的主人 自己回答吧 本县没有听错吧 您是说让戒指的主人 自己回答 正是 您知道这戒指的主人是谁 现在还不知道 可我想马上就会知道 哦 这是何意 县令大人 不知这虚仪县城中 有多少家裁缝店和绸布庄啊 裁缝店 绸布庄 正是 要说起裁缝店和绸布庄 大大小小加起来 大概有六七家吧 哦 请县令大人马上出签 将这六七家店中的老板和裁缝 通通换到这通渠客栈之中 哦 对了 请他们带起剪裁的用具 这是为什么 如果县令大人要想破解此案 那就照草民所说的去做 好 下官马上传令下去 好 本师 为什么要传裁缝到这里来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又要出去啊 是啊 去哪儿啊 和长妈妈约好 一起做绣活 做绣活 怎么了 你昨天夜里到哪儿去了 也是到长妈妈家里去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说 你是跟我说过 可昨晚我到长妈妈家去了 她说你根本就没去 不错 我是没到长妈妈家里去 那你去哪里了 你去哪儿了 还有 春香到哪儿去了 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你说 你问我 我问春香 老娘自打架给你孙喜望 就没过过一天熟悉的日子 总买到黑 倒在那点破铺头 算起了你们臭钱 早点早就够够的了 好不容易给我买个丫头 还是个十足的小淫妇 你 整个日子跟你没来眼去 高高大大 你当我不知道 你 不说你 你 我怎么样 实话告诉你 姓孙的 这日子老娘早就不想过了 定能耐着写下兴术 老娘转身就走 再回头看一眼 我这是你厉害的 你 你 想幸福 别 你杀了我们 你杀了我们 你 姓孙的你不是人 你杀了我们 你杀了我们 好了 别看了 别看了 这丢不丢人哪 这么快的人 老娘怕什么 走 赶到大街上说去 好了 好了 自己放大人哪 你走吧 你去吧 以后我再也不问了 行了吧 我再也不问 姓孙的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还 过点多年的夫妻情分 老娘早铺盖一卷 派碧骨揍人了 你想清楚 能在一块儿过 就这么凑合着 我不管你 你也别管我 不想一块儿过 趁到心下修书 咱俩一派亮灾火 我说你 你 你 这个 贱人 站住 这位上下 有事吗 你就是这儿的老板吧 正是 小人孙喜旺 店中还有别的采访吗 原来还有两名伙计 因为生意清淡都回家去了 现在店中只有我一个人 行了 收拾好剪裁用的家伙 跟我走吧 走 上下 去哪儿啊 县令大人有令 城中所有采访都到通渠客栈之中 大人有事交办 赶紧的赶紧的 快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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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大人 县城中所有台风均已到齐 无一一漏 现在门外等候 将他们带到这里 是 把他们带上来 参见县令大人 参见县令大人 罢了 请起 诸位请坐 今日 将诸位请到客栈 非为别事 来因本县 近日要赴扬州参拜刺使大人 因此 需要一套大段团花抽丝的官服 设计做工要非常精良 本县知道 各位都是县中的巧手 这才在通渠客栈摆下桌案 请诸位倾尽巧思 现场画出图样 选最好者录制 是 现在就请大家开始画样 好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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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姐 好 好 说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图纸呈上来 是 大人 这张是哪位画的 大人是小人画的 非常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人是孙继绸布店的掌柜孙喜望 请孙掌柜留下 其他人可以回去了 每人赏钱一贯 谢大人 走吧 请 孙喜望 你知罪吗 大人 你说什么 大人 昨夜四经时分 你翻墙潜入着通渠客栈 在弟子禀号房中 手持钢刀 刺伤了房中之人 并与另外一人发生搏斗 而后 你逃出客栈 返回了家中 大人 大人 你说什么 小的不明白啊 不明白 刚刚 画图之时 我看到你是左手握笔 这就说明 你是一个左撇子 对吗 那 那又怎么样 小的是左撇子 可左撇子也不犯法 难道 就因为小的是左撇子 就说小的也不犯法 左撇子当然不犯法 可是左撇子持刀伤人 那就触犯了律法 握住刀饼 握住刀饼 真的是你 大人 我冤枉啊 难道就凭这左手的血手印 就能断小的之罪吗 这虚衣城中 左撇子又不止小人一个呀 大人 你有明察呀 大人 先生 他说的也有道理 也许是 别的左撇子 作下此案 仅凭这一点 是无法定罪的呀 是啊是啊是啊 大人 虚衣城中的左撇子 可能确实不止你一人 是是是 然而虚衣城里的采访之中 却只有你一个左撇子 小人圆黄啊 这个你认识吗 小人不认识 不认识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 你 你还有何话讲 大人啊 跳的该死啊 昨夜却是我暗入客栈 前进房中刺伤了房内支 那大人 那 那弟子甲号房中的两位客人 是不是你杀死的 什么 什么弟子甲号房的客人 大人 小人不知啊 小人只是刺伤了房中那个女的 可并未杀人啊 女的 正是 那房中是一男一女 小的只是刺伤了那个女的 孙希望 事到如今 你还在百般抵赖 明明是你杀死了 甲号房中的两名客人 又潜入禀号房中刺伤了另外一人 而今 证据确凿 你竟还在本县面前 推说不知 真是岂有此理 大人 小的冤枉 冤枉啊 小的真没杀人啊 大人 我求你了 先令大人 现在看起来 这个孙希望 就是最后一个 潜入客栈的第三人 可以肯定 他并不是杀人凶手 大人明察 好 为什么 站起身来 好 请随我来 单手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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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右手 可刚刚你看到了 孙希望推门用的是左手 也许他是双手开门 却只有右手的携手印留在了门上 把戒指给我 大人请进 您说的很对 凶犯极有可能是双手开门 然而现场的房门上 之所以只有右边的门扇 留下了一个右手的携手印 是因为凶犯是用右手握刀杀人 因此 右手染上了鲜血 而左手上却并没有血 因此即使是他双手开门 左边的门上也不会留下印记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 凶手的两只手都染上了鲜血 当然有 可如果是这种情况 凶犯用双手开门 那么两扇门上肯定都会留下鲜手印 而不会只有右边留下印记 可左边却没有 有道理 孙喜旺是个左撇子 如果真的是他杀了贾号房中的客人 而后开门出房 那就应该是左边的房门上 印有一只左手的鲜手印 可现在事情却恰恰相反 这就说明行凶之人定然是使用右手 由此也可以推断出 孙喜旺并不是杀人凶手 我服了 没有丝毫破绽 大人请坐 老人家 你简直称得上是断案大师啊 大人过奖了 恐怕断案大师也不如他 对对对曾兄说得极对 老人家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您是怎么想到 潜入客栈的第三人是个裁缝 我并没有想到第三人是个裁缝 我只是肯定了一点 那就是 这枚翠玉戒指的主人是裁缝 那您又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 你们看 这枚戒指 与普通人所戴的戒指有一些区别 首先 这枚戒指的表面没有弧度 你们仔细看看 这戒面上有什么 有很多小细点 你们想一想 这枚戒指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小点 因为这不是一枚戒指 而是采访做针线活时 适用的顶针 采访们用针线缝制衣物 当遇到很厚的布料时 便用此物顶住针纹离 向前一送 针尖便很容易地穿过布面 这上面的小点 正是裁缝们经年缝纫之下 针纬顶基戒面留下的痕迹 由此我断定 戒指的主人定是一名裁缝 原来是这样 确定了这一点之后 我本想将采访请来 一一试戴这枚顶针 能严丝合缝戴上的 肯定就是他的主人 然而我忽然想到 即使找出了顶针的主人 我们也无法断定 他是杀人凶手 还是那个第三人 在此之前县令大人还曾问过您 这枚戒指是属于凶手还是属于第三人 是啊 这个念头一产生 我立刻想到了 禀号房中地面上的那把钢刀 不错 钢刀的刀柄上 印着一个左手的血手印 您曾经说过 它是属于最后进入客栈的第三人的 非常正确 想到了这一点我马上有了主意 将裁缝们召集到这里 让他们画图 这样就能看出 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左撇子 如果有 我们再让他世代顶针 只要匹配 就完全能够肯定 顶针的主人就是第三人 如果没有左撇子 那就说明顶针的主人 便是在弟子假号房中 行凶的那个杀人凶手 结果证明您的推断完全正确 而今我们已经找到了 最后进入客栈的那个第三人 孙喜旺 接下来也是最难的一点 就是找出杀人凶手 孙喜旺 大人 进来吧 你银夜潜入客栈中行凶伤人 已经犯下了重罪 如果再不到处实情 那可就是罪上加罪 你要想清楚啊 是大人 小的一定实话实说 我来问你 你为什么要跟踪那两个人 进入客栈之中啊 大人 说起这事小的是一肚子苦水啊 哦 不要着急 慢慢地说啊 大人 小的事居须宜 以开筹布店为生 数年前娶了一位严姓女子为妻 婚后 严实还算贤良 帮助小的经营买卖 出纳账务 一切都平平安安 日子过得还算舒心 可是两年前 也就是虚仪县断盐之后 城中盐价暴涨 百业萧条 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没了着 小人不得不经常外出 做一些威力的小生意 以维持家用 可是有一次小人 从外地卖布回来 街坊的一位大娘问我说 小的不在家的时候 严氏经常深夜出门 整宿不归 店面也刮得张了 开始小人不信 可自从家里发生一件怪事之后 小人便开始怀疑起来了 什么怪事 大人您知道 虚仪县城自两年前断盐后 这盐价翻了多少倍啊 四百文一斗啊 家家户户买盐都成了难事 像我这种中平人家 一年之内 顶多有半年能够吃上咸盐 另外半年便是淡食了 这我知道 我家中的怪事 就是处在盐上 大人 小人平常到何家盐好买盐 每次只买一斤 最多买两斤 放在家中慢慢食用 可几个月前小人从外地回来 却发现家里多了七八个大陶怪 打开一看 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食盐 足有十来斗之多 当时小人吃了一惊 赶忙询问盐氏 这些盐是从哪里来的 盐氏对我说是买的 您知道 十斗盐就是四千文啊 我当时很生气 责怪他不应该花这么多的钱来买盐 可盐氏却说 这些盐是从盐氏手里买到的 二十文一斗 和长平盐一个价钱 当时我听说后很高兴 但转念一想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件 大人您知道 虚夷成中 既是盐氏卖盐 也要卖到两百文一斗 再说 人家盐氏冒着生命危险倒卖私盐 怎么可能按照长平盐的价钱 卖出去呢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自那时起 我便怀疑盐氏在外面 勾搭上了有钱的阔老 否则 谁会给他送来这么多白花花的实验呢 于是几天以后 小人假意出门 在城中一个茶楼里躲了起来 到夜半 突然回到家中 5号 2号 3号 1号 2号 3号 1号 3号 3号 2号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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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